罗兰大学校友会中心举办了文化业系列活动 体验各国文化 今日的主题是中国语言和文化 主办方特别向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七坑表示感谢 感谢孔院合作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中文教学的一管支持 孔院凶方院长郝清新在发言中表示 中文学习是长期的 不仅仅需要语言 还要有文化的熏习 这是打开另一个新世界的窗口 活动中中兄艺术家们表演了丰富的文化节目 中国功夫 武师 传统音乐和舞蹈 参加者还体验了中文课程 太极还有民族工艺品的制作 也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市场下方的制作